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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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他妈按完 看好 这我给他打视频 我给他打视频呢 大家看好 我离远点 哎 开始漏了 真接了 开始 我为了保护这个哥们 所以我拉远点镜头 大家也不用看清楚 因为我跟这哥们说了 保证人家隐私 咱们继续 你看我这射头在这 大家看 我走出去 我走到拳馆 外头 给他告诉他我在拳馆 证明我需要东西真的 这个我就 我就不跟大家说了 这是隐私 我怎么着离远点 这哥们呢 是许昌仁 哎 这我可以说 许昌仁 你看这我们俩聊着天呢 我们俩聊着天呢 我把声音放小了 是因为他的名字呀 什么的 我不说了 给人家保留 人家脸 我就不打马在客了 这远点的 看不清就完了 好 开始了 大家 到这个时候 你们知道吗 我对他的印象变了一些 因为他能接我的视频电话 就是脸对脸的 我跑出去 告诉他 我是真的 徐晓东 我在我的拳馆呢 这是我的拳馆的标 你看好了 我进来 完了之后 他呢 也脸对脸的跟我 他告诉我 他叫什么 他在河南的许昌 到这一步的时候 我徐晓东 对他一下子 就是改观了很多 我觉得他也挺真实的 这个呢 是跟我是队长口的 下面说话 就不太一样了 我 你听我说 下面开始 你看 他说 我不知道你那边有啥人 他不放心我 到这一地步的时候 我觉得这哥们说的是实话 因为我们虽然视频了 他不知道 我旁边有谁啊什么的 他不放心我 他不敢多说什么 这一点我觉得 他做的对 他做的对 小心点挺好 毕竟在国内了 这一下 我觉得他的又改观了 就是又改观了 所以我说话 也一下子放松了 因为他 他很激进 他不放心我 我觉得是对的 只要他别骗我就行 但是他不放心我是对的 而且他还说出来 东哥我不放心你 我觉得很好 你看我不放心你 你看我一下子就觉得 我一下子就觉得 我现在我就坐下了 三八零点 我们俩一一差不多 一下我就管他叫兄弟了 因为确实 怎么跟大家说呢 我是性情中人 就是我讨厌的人背叛我 骗我 但是我不讨厌 人怀疑我 我觉得怀疑是对 因为这种社会 你们明白的 动不动言论 就被抓什么的 我也特别恨 所以我觉得大家 他不信我很好 但是不能骗我 这哥们呢 能跟我视频 能跟我说他在哪 他在许长 他叫什么什么的 这一下子让我 就是我信任他 就是我很高兴 他说他不信任我 我也很高兴 我是对 在这种操战的社会 一下子我就坐下来了 跟他聊天 你看我 当时我站着 跟他嚷嚷 现在我就坐下来了 人生挺有意思的 我操 此时此刻 我想喝点酒 你知道吗 酒逢知己 千杯少 我跟他我就讲 喝点 你看 你看 这是我说的话 挺激动的 挺激动的 他恨 咱俩就别说了 他恨着 我说了一些话 我就别 别给大家播了 不合适的 不合适的 现在录视频 我许晓东 再给您说一遍 没关系 没关系 因为我感谢您 对我的真实 对 我先挂了 反正我把我电话 马上发给您 你看 您呢 被他证明 您给我打过来 往那你看看是不是 对 我把我电话给他了 往那我先挂了 好吧 你看 你看 你看这哥们 行 把电话 我先要许晓东 立马给他 把电话 你看 挺有意思的 把这一下子就 就改观了 好了 就说到这儿 后面啊 就是后面 就是他把电话 给留着 给我打了个电话 完了呢 我也证明一下 这是我的手机号 我是24小时开机的 说到这儿 整个这个过程过远 但是这个过程 基本上持续了 得有三个多小时 从我开车去拳馆 路上跟他说 一直到停车场 他打电话 跟他 不 跟他语音 就是语音留言说 一直到我锻炼跑步 一直到我跟他嚷嚷急了 我到办公室 逼了巴拉的 嚷嚷 老黄呢 我让他老黄帮我 录视频 我为什么要录视频呢 就是我怕这王八蛋 哪天害我 或什么的 我他妈录下来 他妈的 有些时候 有一些加我的微信好友 不是骂我吗 我人就这样 我人就这样 压字必报 你骂我 我把你的资料都留掉了 我操你妈 我公布到网上 骂了笔 我不怕 别跟我说 包包包 操你妈 你先骂我的 我必须得干你 这就我性格 我就录 后来 这哥们跟我接了视频了 后来他又告诉我 那个电话停机了 他已经冲了 那个电话了 后来又给我打过来了 确实这个电话是他的了 我一下子 我就信任他了 而且呢 他跟我视频 他叫人名字 在河南许昌 这一下子 我就感觉到很亲切 后来我说 咱俩就不 不删你嘴巴 都堵了 哥们 咱们也堵 你看到此时此刻 我跟他还堵着呢 我说咱俩堵什么 堵一顿饭 如果这一年之内 王志然捅我刀子了 捅刀子就是说 我徐晓东坏话 或者害我了 好吧 捅刀子了 我徐晓东去许昌 请你吃饭去 不删嘴吧 请你吃饭 如果这一年 徐晓东 那个王志然 没捅我徐晓东的刀子 就是没说我坏话 没他妈我 路井下石 坑害我 完了我说 那个哥们 你在许昌等着 我也去许昌 东哥就这套了 我也去 我他妈的 让我点名许昌 最好的饭馆 你请我吃饭 行东哥 没问题 这是他的原话 后来说东哥 我跟你说实话 我也不希望王志然这样 或者是我也希望 王志然跟我想的 一定不一样 东哥我就告诉你 这次的赌注 我就认为 我希望我输 我不希望看见 王志然捅你刀的 我就希望我输 我踏踏实实的扇嘴巴 请你吃饭 我说扇嘴巴就不用了 请我吃饭就行 我说太好了 我就这个君子协定 我守完了 我说哥们 最后一句就是 我向我刚才冲动 骂你 向你道歉 当然你也回骂了我 我觉得这个可以抵了 只是说我骂的更狠 更凶狠 但是我觉得我骂的凶狠 我也说了理由 这希望您能理解 这样就这样 这就是我今天 是今天吗 就今天刚刚发生了 昨天发生 今天发生了 糟 就都过了 过了凌晨零点了 发生的事 我给大家记录下来 待会儿我看看 这个视频有没有 暴露这个小伙子的隐私 应该没有 应该没有 因为我答应他了 这件事我要说 小伙子 语音啊 我要放出来 但是你的一些 所有的那个隐私的东西 电话号码呀 或者相貌 我都得都不会暴露 你放心 是这样 哦对了 还说这回不是说 在他妈的哪儿啊 说有一个 薛耀东你看一帖子 一个人给崔永元写的 说崔永元 别跟薛耀东交朋友 什么的 昨天啊 是崔老师的生日 我送张祝福 也微信联系崔老师 崔老师也回了 我们聊的很好 好了 我再说一遍 你这种小逼杂啊 还跟我们七哥去你妈的 你他妈滚吧 人老师来理你都不理你 我薛耀东 牛逼 你确实逼不了 薛耀东 我当面跟你对峙 来 你看看 我就是人车就这样 来 我跟这哥们儿 让半天吧 你别看 你到了 我还能取舱完 能找他去 我说你这老哥你来 咱俩聊好了 我关家老哥好高兴 聊晚上操你妈的 骂死你案子 我不打你 你知道就那逼啊 我打你干嘛呀 我说的是 给什么 发了一大 傻逼 王外子还点赞 咱你妈了逼 王外子 崔永老师知道你是谁 你个傻逼 外子你家就是跪舔的一帮 不是就你 他妈弄你那帮生意吗 别 你跟薛耀东 俩档次 还有一帮傻逼们 不要跟我 拿王外嘴比 行吗 俩档次 不一样的人 操你妈 如果他是神 我是傻逼的话 我宁可我当傻逼 你知道为什么吗 我不想跟王外嘴 走一路 不想跟他同时被叫 你知道吗 你们可以骂 王主任臭傻逼 薛耀东也在跟班臭傻逼 可以 虽然这不是实实 但可以 千万别说 薛耀东 你跟王外嘴都是挺好的 你们是一路的 你们干嘛会骂呢 我去你骂的 我跟王外嘴不是一路的人 别他妈的跟我提案的 我丢不起这人 北京爷 操你妈 王外嘴是东北小逼仔的 他妈的 最东北好的人很多啊 就是东北小部分 臭傻逼 脏逼 赖逼 小逼仔 王是吧 王外嘴 就是他妈的典范 听明白了吗 他就说薛耀东 你骂东北 去你骂的 我全管就在北京看上 我骂东北人 所有东北人来找我来 好吗 我都这么狂了 操你妈的小鸡巴杂 一帮 今天又骂人了 操 就这套影啊 不多说了吧 中国每次视频 都做这个 为什么呀 这他妈真好 这个他妈不是烟 没有烟油 没有尼古丁 就不是烟 这是瓦杆 跟烟的感觉一样 但没有烟 所以国家可以上麦 非常好 完了之后呢 还可以充电 各种口味 我现在爱抽的 就是西瓜的 这个泉水的 因为他绿豆 这他们全就绿豆 你知道吗 还有什么口味的 还有葡萄的 葡萄的被我爱人拿走了 对 葡萄的 大家可以尝试一下 综艺确实不错 大家都看见了吧 这就是我 薛耀东的 现在都这样 原来我就是 不受伤的时候 我就天天训练 跟们帮傻逼吧 完了做节目 睡觉 吃喝玩乐 再天天训练 这是我的人生 我没觉得多虚度 因为我也想出国 不然我出去了 我也想做赛事 我也想他妈的 特别好 因为我觉得 我薛耀东是全中国 最牛逼的 薄继不是薄继选手 是最牛逼的 组织赛事的人 特别好 但是呢 这个国家把我疯了 你说我恨这个国家 我特别恨 为什么 你把我疯了 我也没犯法 你又不让我出国 有这样的吗 我都不知道上场说理去 实话 所以这个时候 藏你妈的 很多人还说我 大白青 我真的 我说你们这帮傻逼呀 真的就欠他妈的田 给我屁眼去 真的 我为什么生气 就是我他妈都被 这帮孙子寒成这样的 你们照照片 你们朋友圈 你们发 都他妈没人看 叫自动屏蔽 我薄继的名字 我薄继的脸 在这个国内 都他妈上不出去 我为什么在油管 我为什么在油管 我为什么还能 我薄继那么牛逼的说话 因为我看出来了 很多油管 先做油管的人 像公子审什么的 先开始做油管的时候 我觉得他是很真诚的 他虽然挣钱 但是呢 我觉得他大部分 还说的是实话 现在我从公子审 公子审六七万看的 他期待五十万了吧 咱就说公子审 反正他也不搭理我了 无所谓 他如果搭理我 也可以搭理他 但是我有说什么 他现在公子审 确实是不一样了 为什么 为了钱真的去变了 我这会说没毛病 为什么 因为他五十万多案粉丝 就喜欢听 这他的 你们明白他这些话 那公子审玩命的会说 所以你们让公子审 回头或者改变 不可能 为什么 人家一个月 两三万美金挣着 两三万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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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几十万美金 这也是在美国是高 那高收入了吧 我不知道他在加拿大 他在哪 对不起啊 他可能在加拿大吧 反正都挣了不少钱 你觉得他能改变吗 所以我告诉大家 像什么文昭啊 像很多人 他们有大量的粉丝 这个时候 他们就是会 真的被粉丝 被金钱所左右 为什么呀 粉丝不爱听了 他们就挣钱少了 粉丝爱听 他们就挣钱多了 就OK了 有人说 王爱嘴 现在最之前去你妈 我再说一遍 压成一万富翁 跟我徐晓冬没关系 我们俩不是一个档次的 操你妈 我宁可说 王爱嘴是个伟人 王爱嘴是个牛逼的好人 徐晓冬是臭傻逼 这个你记住了 我徐晓冬不恨你 为什么 我跟他不一样就行 千万别说徐晓冬 你跟王爱嘴 你俩都是一路的 我去你妈的 跟那脏逼 我才不跟脏逼呢 大家明白了吗 压以后的路 咱们走去 你妈跟我没关系 我说徐晓冬 你那侮辱王爱嘴的酒 我再说一遍 今天我这话说着 你们都可以录下 当视频 当证据 王爱嘴的酒 叫他妈什么金尊厂 人家在那厂上 我都专门去问了 而且呢 人家那边的朋友 还认识我徐晓冬 您是东哥呀 我早很有幸 我都没跟他聊 王爱嘴这个酒的事 我就问 我你们这酒厂的酒 麻烦您告我一下 聊一下 最后我认定 王爱嘴 他这个酒是不错的 真的是不错 做到徐晓冬真的吗 他王爱嘴是傻逼 是臭傻逼 但是他的酒 是不错的酒 那你徐晓冬 你挑衅王爱嘴干嘛 你他妈拿你的酒 跟他披披干嘛 你披披几十块的酒 算个屁呀 对了 我徐晓冬牛就牛逼在 我可以拿王爱嘴 他所谓的几百块钱的酒 六七百块钱 七八百块钱的酒 我拿我他妈的酒 九十来块钱的酒 我他妈敢 他妈跟他拼凭什么 性价比 看他妈谁 他妈性价比 值这个酒 懂了吧 就是王爱嘴的酒 是好酒 我的酒主拼性价比 操你妈 我不认为 这个这几年 中国经济得好 我他妈就希望 能喜欢我的 能认定我的一帮兄弟们 喝我推荐的酒 不丢人 就完事 这就是我的本意 所以说 骂王爱嘴 是我打内心的骂 他的酒 是不错的酒 我个 他但是有一点 最牛逼 我的酒 能跟他的拼 哈哈哈哈 我的酒 非常便宜 操他嘞 他不是瞧不起 我的几十块钱的酒吗 操你妈 王爱嘴 你敢吗 找一千九十 咱们他妈的忙喝 忙品 最后订个价 你敢吗 还告诉大家 好戏在后的 我薛耀东敢说这话 等着 别着急 行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 后面 我们的拳馆呢 正式也开张了 我薛耀东还有三个礼拜 这个支架 我就可以摘了 摘了之后 我就正常锻炼 就可以待客 如果说发力不行 我可能过一段 再手术 如果能行 我就凑合 就凑合了 没关系 这就是人生 必须得 我得 我得面对 我惨大的人生 操得嘞 所以让大家呢 可以来我的拳馆 不管是您平时的私教 和大课 还有您可以带 介绍孩子们来 东哥教孩子 是世界第一 操不敢这么说 全中国最好 我没出过 我现在不能出国了 我就不敢出了 也不能吹牛逼 国内我最好 七八岁的孩子 五六岁的孩子 三四岁的孩子都大 不要认为 薛耀东带孩子 是不是 那么乌乌喳喳的 孩子都喜欢我 这是我说的 山脊长得漂亮吧 你看小鲜肉 这种小屁股 啪啪啪的 孩子们都喜欢我 东哥来了 跟我聊 低调不开玩笑 好了 谢谢大家 后面的几个视频 是移民的公司的视频 这是我推荐的 这是我推荐的 这些 这个三个公司 一个日本的 两个欧美 美国 圣基茨 圣卓西亚的全有 那么这三公司 都有我推荐成功登录的 所以我们合作 合作 我来给大家推荐 这是实话 谢谢大家 就是我一做视频 一上头吧 就不想停 就还想说 不行 这时间在这 大家不爱看了 然后徐晓东 你按照这收视率少 对 就是不多 真的不多 但是我觉得我挺难得的 一个臭打拳的 居然能了解这么多的事 这是很难得 对了 崔老师那个 比安后天开门吧 我直接给挂上 那嘲笑我 那徐晓东 不配跟崔永元 在一块什么的 比安马上我就挂上 人家崔老师送的 很多人你们都是买 对吧 人家送给我 打脸吧 套里巴的 打吧 后的还有牛逼的人呢 别着急 能信任我的朋友们 感谢 不管是加我微信的 还是怎么聊的 谢谢 我徐晓东 用真心跟你们聊 观点不一样 都可以 你看下次 这次梅西的事 我铁定梅西没毛病 人家看不起政治 人家瞧不起 人家挣大钱的 你肮脏的政治 谁他们理你呀 所以梅西现在已经 唠了听 没毛病 是合同问题 霍启刚霍启山 也不敢说 对吧 第一个 第二可能就说 东哥这个 这个上海 这个女孩 这个女老师 跟学生什么的 我说没毛病啊 我说了 你别跟我说法律 你也别跟我说美国 老师这个就是犯罪 什么的 我不听没用 我没说你说的错 你说的都对 但是我告诉你 你们这帮人 你们的童年可能怂 东哥的童年很牛逼 我也想泡老师 我也喜欢我的音乐老师 我也想泡 后来是他妈的东哥 稍微稍微的 他妈的怂了一点点 要不然我就大胆的说 老师我特喜欢你 我能抱抱你吗 我就敢这样了 我就那么怂 所以说我看这个女老师 跟这个高中生 能他妈那么大胆的去谈恋爱 我觉得就是 压作了一个年轻人 就应该做的疯狂的事 怎么了 等他们几十年后 坐在摇椅上 跟孙子孙女们聊天的时候 我操 孩子们 老爷爷曾经啊 上高中的时候 喜欢上了我们的班主任 我操 你们信吗 你们都不信吗 我还亲了他一口 你妈这他妈没白活呀 所以他妈的 我聊他妈这个 这个老 女老师的事 很多人拿他妈道德绑架 我拿他们法律 中国法律 美国法律 没关系 我他们没说这事 他对错无关 我说的就是青春 青春难道就不应该疯狂一些吗 我他们孝东今天45岁了 我作出报听点 我该疯狂还得疯狂 知道吗 我要见到我真正喜欢他 因为我上去一定跟他说 我喜欢你 虽然我结婚了 但是我喜欢你 男人你干嘛不这样呢 何况少年 青年 不要浪费你们的青春 不要给以后留下遗憾 我许晓东现在真的认这句话 人只能活一次 所以要真实 后头有移民广告 谢谢大家 如果你想日本移民 我信任的是这家公司 这家公司只做投资日本移民 留学的工作的都不做 请记住 我许晓东信任这家公司 他只做投资移民 日本 这家移民公司 主作欧美移民 老板是我十多年会员哥哥 我非常信任 欧美移民 还有圣卢西亚 圣吉祠 这两个性价比最高的护照 大家可以咨询扫码 这是我信任的移民公司 主作的是美国 加拿大 欧洲 投资 移民 护照 如果大家有兴趣 可以扫码自取 这是我信任的移民公司